9月2號 習近平在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宣布 會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成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主要市場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這種說法很勉強 因為深圳和上海證交所也讓創新型中小企業去交易 這些客觀條件 所以它辦這個證交所完全沒什麼必要 謝田說 從現在的趨勢看 北京應該成立一個類似於納斯達克的 電子化證券交易市場 不需要真正實體型的這種交易機構 這些納斯達克電子交易的平臺的話 其實可以更好地服務於這些創新的企業和中小企業 而電子的這種交易平臺的話 都在哪都無所謂 你不要說杭州 從人才和那個地利的優勢角度講 杭州比北京要更合適 謝田說 中共這一舉措非常倉促 很可能是出於黨內權鬥的考量 也許它可能有其他政治上的考量 需要這些新興的資本 新興的資金 遠離上海 遠離共產黨內部 另一個幫派和體系的控制 也許有這種政治角力和內部鬥爭上的考量 也許中共不同內鬥的派別人 確實有控制了一些不同的城市 那這樣的話 居上是對任何商業 任何金融業都是一種很壞的交易 也有分析認為 這是美中交鋒大背景下的舉措 在美中脫鉤後 中共需要中小企業撐起內需市場 用政策引導資金 往實體製造的中小企業傾斜 新唐人記者李韻 舒燦採訪報導 請用速度不及採訪報導 請小企業傅 澳洲 感谢观看